今天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情人节妆容 既适合和男友出去约会 也适合和像我这样单身狗和闺蜜们一起出去浪的这么一个妆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继续往下看吧 忘记说了 这里面呢还包括一套我认为非常适合新手的刷子的测评 这是一个和一个做刷子的淘宝店合作的视频 就这样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头发给盘起来 盘起来呢既比较方便化妆 然后呢也会给头发一个自然的卷曲感 今天我带的美瞳是Naturelli的日抛Charming Brown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常的喜好选一个最安全 最不会出错的美瞳就好 一近适中 然后这一步虽然对我来说不重要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比较重要 那就是唇部护理 我们在上妆之前呢先涂厚厚厚的唇高 这样会让嘴唇比较你懂的 底妆的第一步我们用MAC的FIX PLUS喷雾来喷全脸作为一个妆浅保湿 这样可以让后续的粉底上的更加服贴 然后贴上摄影笔贴这一步我就不讲了 因为我也不是很会 你到后面就会发现我贴的超懒 粉底的话不管你是天生好皮还是瑕丝皮 那么今天都请做一个自然的女孩 把你的粉底还有一个光泽感的妆前混合在一起 用手指点在脸上之后用美妆蛋推开 然后我今天露出粉丝的时候 忘记把后面的房间先收拾一下 然后发现这个粉底液还特别黑 这样子出来的底妆非常的自然 虽然没有什么遮瑕力 看起来特别像你真实的皮肤 像黑眼圈啊或者痘印这些需要遮盖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上一层遮瑕 或者用不佳妆前的粉底液再盖上一层 定妆最好用喷雾形式的 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自然的妆感 但是我这个呢喷头化掉了 接下来终于轮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刷子出厂了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套呢 是他们家做的VDL的纺刷 也不是正品 是纺刷 当然价格也会便宜 也很多 这个装备里面 我用到的其他的小刷子 也是他们家的 都可以在店铺里面找到 这一套一共14个刷子是160元 那么我觉得是非常实惠的 秋黑板看到了吗 四捨五入不要钱啊 还是那颗海绵蛋 我们用它来占取散粉 厚一点的涂在平常容易脱妆的区域 然后喝口水啊 玩玩手机什么的 五分钟就过去了 这把刷子是这套刷子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支 它既可以用来扫散粉 也可以用来扫腮红 那么在这里我就用它来 把鱼粉给扫掉 并且用刷子上带的散粉 来给全脸其他部位定一下妆 这支眼部刷非常适合 用来给眼部大面积的铺色上色 并且小小的进行蕴染 用它占取右侧的哑光色 在眼皮上进行大面积的打底 可以看它在上色的同时呢 也把边缘蕴染就非常漂亮 接下来呢 用台式那把刷子占取珠光色 扫在眼皮的中间到眼头 这个斜角刷非常适合 用来加深眼部的后三角区 但是这个妆容没有用到 然后用这把圆圆的晕染刷 稍微整理一下边缘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 这把B加索的219刷 非常适合用来晕染眼下的眼影 占取亚光色 把它铺在整个的下眼皮上 然后占取珠光色 铺在眼皮的前三分之二 然后用这把小小多功能刷 用它占取深棕色 画眼线 下眼线就画在靠近眼角的三分之一处 记住一定要和上眼线连接好 然后把这个超级美的亮片色 铺在眼皮的上面和下面中间的位置 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闪 然后我们来加睫毛 刷睫毛 先用普通的睫毛夹 把睫毛给加翘 然后用局部睫毛夹 把什么眼头 眼尾这些部位更加强一下 也可以把它倒过来加下睫毛 这个扇形刷太薄 不适合扫高光 但是很适合扫去脸上鱼粉 然后用一个你知道绝对不会蕴染的睫毛膏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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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完成了 眉毛呢 就先用眉粉自带那个比较粗的刷子 来填充颜色 然后用套刷里面这个眉刷或者眼线刷 来沾取眉粉 更加细节的处理 无视我脏脏的满是眼影的手 这两个呢都是二次 一个是MAC的 一个是比加索的 那么我相信比加索肯定是仿的MAC的 但是他们两个的使用感 其实没有推大差别都非常好用 而且比加索的价格比MAC要便宜很多 先用这个刷子扫出大概的鼻型 然后拿这个小的刷子 用它来更精准进一步的加深或者刻画你的鼻子的形状 比如扇根和鼻头部分 然后在鼻梁的中间打上高光 用修容笔根据你的脸型在脸上先画上几道 然后用这个刷子 用打圈圈的方式把水龙膏晕染开来 可以少量多次叠加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同样打圈的使用方式 它也可以用来上粉底 然后我们来上腮红 腮红今天选的是一块腌粉色的腮红 那么还是用我之前提到这个最喜欢的腮红刷 这把刷子又软又蓬松 抓粉力不强 但是阅染力也很强 可以非常好地避免猴屁股的情况 同时画出非常自然好看的腮红 这把刷子几乎就是腮红刷的缩小版 那么它非常适合用来上高光 高光我选择的还是那块有自然妆感 并且微微偏粉的 这样画出来的妆感比较少女可爱 把高光重点刷在苹果肌 微微带到西区 也不要忘了鼻子下巴还有额头这几个部分 同样的一把刷子沾取一点腮红 轻轻地上在鼻子位置 显得有点可爱 接下来把之前的润成膏擦掉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涂口红了 口红呢我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是先用哑光的粉嫩色打底 然后叠加一个比较通透 有光泽感的唇釉 我把唇釉微微地涂出了我的上嘴唇 这样会显得比较嘟嘟嘴 比较可爱 那么这就是第一种 比较清透比较可爱的 然后让我先臭眉一会儿 还有第二种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第二种 如果你跟我说 这个不防清啊 这个一清就掉了 怎么办 那就清之前把给擦了 然后清之后再补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呢 我用的是一个比较艳丽的颜色 同样呢是非常富有光泽感的 但是它的颜色是偏眉红 眉字 反正这种颜色 相机有点偏色 那么它本身的颜色应该是更加暗一点 而且饱和度没有这么高 然后呢我就继续你懂得臭眉时间 我认为呢 第一个唇膏比较适合男朋友 然后第二个唇膏比较适合和闺蜜出去浪啊 或者你懂得情人节去展男去 那么作为一个年龄等于单身年龄的人 我希望这个妆可以帮助大家 眼开桃花运 yes 然后提前在这里祝大家情人节 快乐啊 不管是像我一样的单身狗 还是有情侣的人们 快乐吧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弹幕里面让我知道 你们是更喜欢一还是更喜欢二呢 我会把产品信息还有购买的店铺 都放在评论里的 那我们拜拜 我会把产品信息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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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